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你們來到逢華大學 那其實今天的課程真的不會讓大家失望 所以我們馬上就開始了 那首先要邀請到這位講師 是會告訴你說 你在未來大學四年要怎麼樣挑選你的工作 你的實習機會 怎麼樣培養你就業技能 這個老師來自 我看一下 喔 對 校友聯絡記就業輔導處 那我們首先掌聲歡迎 楊潛華老師讓我們掌聲歡迎他 有東部的我們剛剛在說會不會很從綠島來的 我是校友聯絡記就業輔導處 這個單位協助你們做以後有關於就業輔導就業協助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網址 那邊有五位直癌發展師可以有專業的協助 那你們之後呢進來可以上這個網址去看一下 裡面有提供各個不同的服務 比如說有直癌諮詢有測評工具 然後有實習有偵彩等等的資訊都會在上面 那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企業實習這一件事情 主要分享三件事 一個是為什麼實習對你們未來很重要 那實習呢為什麼要去 對你們來說為什麼要去 然後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去實習的話 你們要怎麼樣做 因為你們現在才大一嘛 那在每個除了大一以外 其實二三四年級 甚至如果有人是留下來念研究所的 預言或預言聲的 都有機會可以去實習 那如果真的你想要做實習的話 你可以怎麼著手 實習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呢最簡單的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理由 其實就是企業重視 對你們來說或對企業來說 你當你大四畢業或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都是新鮮人嘛 那他們除了看你的學歷之外 看你念的科系之外 是不是對應那個應徵的職缺之外 他會從你的經歷裡面去看 那經歷裡面可能包含很多不一樣的 可能有社團啊 或者是你可能有交流或有什麼 但有一個最直接的是 他會看你的企業實習 你的實習是不是跟他所應徵的工作 有關聯性 因為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所謂可移轉性的技能是可以沿用的 再來呢 這個是剛剛看到的那個是2017年的 那這個是2018年的資料 你會發現其實同樣的在不同年度 問了不同的事情 但是對企業來說 你看他在聘用人的時候 最重要的條件 對他們來說除了專業知識之外 可能比如說個人特質啊 或者是比如說這些新那個學歷啊 或口語表達這些之外 他們其實最重的是這一個 就是所謂實習經歷 或者是打工經歷這一件事情 那這些呢 都是這兩年的一些調查數據 如果你們之後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每年留意一下 那個確實啊或者是人力銀行的一些調查 或政府的相關有一個調查專區 都會有相關他們調查千大企業 不只在用人的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還有其他的分類項目上面 都會有一些調查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再來呢 實習對你們為什麼來說很重要 實習呢就是讓你在你的課語時間以外 或者是在你的有念了 比如說你自己系上的專業科目的支撐下之後 去做實習的體驗 然後呢從中去學習 不管是實務上的 應該說理論知識上面的應用 或者是實際了解工作職場 這個工作在做些什麼的一個 學習的體驗的過程 那讓你可以回頭讓你在 比如說大二去 那你大三回來或大四的時候 你是可以在修課上面可以做 可能選課上面的調整 或者是不管是實習 或者是社團的經歷的調整 都是可以的 那除了剛剛的那個之外呢 最重要另外有一個是 實習可以讓你知道 你自己以為或你想像的 我知道我想要做那個工作 或我想要那個方向的時候 透過實習是不是可以體驗到 可以知道說我跟他的落差在哪裡 或者是甚至知道說那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是我要的 可以透過實習去做這樣的檢測 那有的人呢他甚至可能 不知道自己要些什麼的時候 他可以透過實習去體驗說 這個可能是我似乎可以做的方向 那每個人去實習的條件 或者是應該說原因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那不外乎可能就要去思考說 我為什麼要實習 實習可以幫我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來說對你們來說實習 以後實習才會真的有意義 另外呢這個是我們去年的學生 去做實習之後回來的回饋 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不過他們我們整理出了一些幾個大類 比如說那些實習生回饋說 去實習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多嘗試 然後可以提早探索了解自己 比如說他可以知道自己適合什麼工作 或者他知道可以從中發現他自己的興趣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他透過實習體驗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專長 再來呢透過實習發現自己的能力上面的不足 那個能力則是你的專業能力 因為你要去做那個實習工作 就跟以後找工作一樣 他是必須要符合你的專業職能下的實習機會嘛 所以透過那個實習他去發現了 我原來我的能力上面的不足 我回頭怎麼樣充實我自己 那再來呢可以學到跟課本以外不同的知識 或者是暖能力 剛剛是有看到調查資料裡面說 實習經驗打工經驗很重要 那後面是不是有專業知識 再來有比如說溝通能力那一些 那些指的就是所謂的暖能力 那那些可能是你在課堂上 比如說你念行銷系 你念運管系 在課堂上不會有一門課叫做自我管理的課程 那些可能是必須要你透過學校 比如說校服處辦的演講 通識中心辦的演講 或者甚至你以後透過實習社團 打工的經驗裡面透過職場的互動去學到的 另外呢他們發現另外一件事是 實習前必須要做功課這件事 而不是忙忙壯壯的就去 就像你們現在坐在這裡 有的人他可能知道自己為什麼 來念逢甲大學對不對 或者說有人可能知道自己為什麼 來念選擇現在念這個科系 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分數填道而進來 現在坐在這裡 那一樣的他們回饋的點就在於 你想要去實習的人 你必須要清楚自己要什麼 然後事先要針對你要去實習這件事 就是做功課做準備 再來呢 企業重視實習這件事 剛剛我們一開頭是不是有說了 為什麼要實習 實習對你們的重要性在哪裡 再來另外呢 比如說可以接軌就業實習的機會 因為學校的實習類型裡面 有一個是針對大四的學生 你可以在大四上把課修完 然後大四下 比如大四下2月開學那個時間點 開始到六月你畢業這一整個學期四個月 四到五個月你都不用回來學校上課 你可以直接去企業裡面工作 那那個實習呢 就可以借接的就是實習 就是實習加就業 它有點像是企業 它跟你們在做試婚的動作 如果適合了你們就會繼續留任 另外一個是透過實習呢 可以知道你有沒有需要考證照 或你自己系上你想要的那個專業 有沒有存在於證照的可能性 然後你需不需要去利用你在學時間 就先把相關的東西都拿到 最後一個是信賴的調整 這一個呢是我們詢問過學長姐 或者是那些回饋單裡面發現這件事 因為我們其實在你們做實習前 都會有一個實習前導課程 裡面有一堂課其實就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身分轉換 因為實習生他會知道他要去實習了 要去業界工作 然後不管是哪個類型的 等一下會介紹逢甲的實習類型 用哪一些 那不管哪個類型的 其實他是跟著企業正常上下班的 他跟打工不一樣 打工是你可能一三五有空去嗎 一天可能去四個小時 但是實習不是你必須要一整天 比如說一到五 早上八點到晚上五點 那有些學生他進去的時候 他會把自己想說 我知道我在實習 可是呢他又會同時告訴自己說 我還是逢甲大學的學生啊 所以他就會在認知上面是不一樣的 當他認知不同的時候 他就無法在企業裡面真正體驗到 為什麼他需要去做實習這個動作 因為同時就會發生 當企業要求你要培養你的時候 要教你的時候 他就會產生抗拒 所以這件事情呢 以後你們一定要記得 當你要去實習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把自己當成學生了 再來呢剛剛我們是有提到 實習對於就業上面的幫助 這是我們回饋裡面發現的 就是大概會有九成的人 知道說其實做實習跟未來就業是有幫助的 不管是不是你有留任 就算你沒有留任的人 他其實透過實習 他還是在培養他未來就業上面的經歷這件事 另外呢最後就是當你想要開始找實習的時候 你真的有一點點這個念頭說 以後我想要找實習了 那可以從幾個地方去看 一個是你一定要先知道 封甲有哪些實習機會嘛 可以讓你知道說我哪個時間點可以選擇哪樣的實習 再來就是當我要開始找的時候 我有哪些方式哪些管道可以幫我 另外呢當我開始知道的時候 我找到了不同的資訊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判斷我要做哪一個 或我要選擇哪一個實習 逢甲現行的實習制度裡面 有所謂的學期 那暑假寒假呢通常就是二到四 那寒假的話也是二到四 再來就是學年的部分 那這些因為有走學分制 所以我們剛剛是有提到 你就是一整天都在外面的 因為他是必須要符合上班的月份跟上班的時數 所以就千萬記得不能把自己當成學生 因為你就是工作狀態進去的那家企業 再來呢因為學校的實習有制度的嘛 那當你們進去確認好所有的實習 沒合上了之後 學校一定會幫你們簽實習合約 就是保障你們的安全的這一塊 再來呢因為有課程 有課程是就會有掛一個老師 所以每個系的學生去實習 選擇系上的課之後 系上一定會幫你安排一個實習老師 那個實習老師會在你所有的實習過程中 透過所有不同的方式 可能電話、email或現在各種通訊軟體 或者甚至不管你在國內或海外 他們會去做實地的訪評 那你們有狀況的時候 你在這過程中有任何可能實習上面的 可能這場不適應啊 或者是跟業界有一些障礙啊 或者是發生狀況的時候 你們都可以跟實習老師反應 10小時會協助你們去做溝通 好 再來當你要開始找的時候 剛有說嘛我是校服處 校的聯絡機就會輔導處 這個是我們的網頁 那你在這個地方進 我剛是有說我們要提供各個不同的服務 在這個地方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專業實習這裡 線上申請 每學期呢 只要有開始有實習機會 一定會在這個平台上面陸續的出現 所以你就是要記得隨時 如果真的開始想要實習的 你就可以從大2或你從大1的時候 就可以進來開始關注上面 可能有測評啊有諮詢工具可以使用 那當要看實習的時候 就隨時進來看 那裡面呢 只要有實習機會 不管是國內或海外 都會陸續刊登在這個上面 那所有的這裡都可以點進去 就是所有的訊息 公司我們跟公司談好的條件 然後比如說他開了什麼實習 只缺給多少機會 然後需要什麼科系的 都會在這些上面會陳列 所以你們就可以在這上面 獲取所有的資訊 再來呢 除了我們單位的網頁之外 每個學生都有自己所屬的學院嘛 學院裡面的那個系 系裡面一定會有你們的系網站 或者是每個系 應該都會有可能自己的 透過可能IG啊或者是Line啊 或什麼的方式有成立各個群組 那只要有實習機會 理論上一定可以透過那些不同的管道 系上的管道 或院的公開平台的管道知道 所以你們就記得要隨時上去留意去看 再來呢 當你要找實習的時候 你開始發現了 有好幾家實習是我想 我可以選擇的 那不同公司是會提供不同的實習職權 那你是要開始動手去選擇知道說 我自己想要投哪些職權 我哪要投什麼樣的實習職權 然後當有機會選擇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去了解公司 所以呢動手做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 比如說現在到底有哪些實習企業 跟學校合作跟我這個系合作 不管是校級 系級或院級的實習企業 然後呢他們每一家提供了什麼實習職缺 跟我有關係的我要不要去投 再來是每一家公司呢 他的工作環境工作地點可能都不一樣嘛 他可能開國內他可能開海外 就算是國內可能有北中南都不一樣 再來是每一家公司呢 申請實習的給的條件可能都不一樣 就是他需要什麼樣的證明文件 他需要你們腳腳什麼東西都不一樣 這個呢就是你們必須要去動手去做功課 才會知道你要怎麼選擇 另外呢除了你在平台上那些看到選擇之外 你還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去瞭解 行前說明會 有些企業呢他會來學校做行前說明會 那你就可以透過說明會的方式 多瞭解每一家企業的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你選擇實習的時候 你可能除了選機會 你可能也會看那家公司的 有人可能會評估說那個企業文化 或者是來演講的人 透過公司來的人的互動去評估說 那家公司是不是我想要進去的 所以你就可以透聽過那個說明會的方式 然後多了解選擇適合自己的 最後呢最重要一件事是這個 當你有要真的有想要去做實習的時候 剛剛是不是有說實習是你幾乎全天候的 等於沒有在學校上課 不管是暑假也好 或者是所謂學期實習也好 你幾乎等於是全天候的不在學校 你一定得跟爸媽溝通好 讓他們清楚而知道我要去做實習 然後我選擇了哪些 我真的選擇上了哪些實習機會 不然爸爸媽媽可能會以為你暑假留在這裡 是在學校裡面上課或在學校打工 或者是你可能大致下出去其實人在企業 可是爸媽可能會以為你在學校上課 所以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跟家人充分的溝通 讓他們知道你人不在學校裡面 因為你雖然你出去實習 但是你還是掛著你是逢甲大學的學生嘛 所以學校同等的就要保障你們所有的安全 那這個呢一定要記得要做 因為我們就有遇過學生他去海外 他沒有讓爸媽知道的 結果等選擇上了之後 我們都幫他處理好所有的合約了 來跟我們說他不去了 因為原因是他是 事後才讓爸媽知道 然後爸媽不讓他出門 所以你們要記得喔 不管是不是海外 其實國內也一樣 因為不然爸媽真的會以為 你人在學校真的太危險了 所以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記得 最後呢 因為你們在學校接下來還會 可能四年到六年嘛 如果念研究所的 那就是希望你們找到自己 以後未來的方向 然後呢 開始可以大膽的去試 你們現在才大一新生嘛 大一新生最好的優點是什麼 蛤 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這也是個優點 就是一張白紙嘛 可以從頭開始啊 你在上面你要怎麼畫都可以 你想你想怎麼樣畫出 你自己那張白紙的地度也可以 是很好的答案 那一樣就是你進來了 你現在是新生進來了 你有目標了 你現在最大的優勢 其實你們真的很年輕 你們可以試 透過大學的時間 開始去嘗試各種的可能跟機會 你有錯誤的機會 你還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 就祝你們接下來 順順利利的 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 然後如果真的有需要協助的話 就是記得有校友聯絡機 就業輔導處 這個單位可以協助可以幫你 這個呢 就是我們辦公室的位子 這是在娛樂館的轉角 好你們接下來 開始進來上課的時候 晃過去有看到就可以進來看一下 好 謝謝 好我們掌聲謝謝老師 大家可能覺得說 實習離你們還太遠 但是大家忘記一件事情 上大學打工 經濟自主 出國奢侈品 這些都是大家想要的對吧 打工的經驗跟實習的經驗 其實很多共同的地方 大家 待會兩位學姐會給大家分享 他在實習當中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怎麼樣讓你工作能夠更順利 接下來讓我們邀請到的這一位是 國際貿易經營學系四年級的 讓我們掌聲歡迎廖應勤學姐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國貿赤甲的廖應勤 然後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海外實習的經驗 然後首先這是我的目錄 我會跟大家說應該如何申請 學校有哪些管道提供我們 能夠實習的機會 或是出國交換之類的機會 然後我整個實習過程對我的影響 然後到後續對我的幫助在哪裡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先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在大學時期總共參與了六次的海外實習交流 演習營 然後也在上學期的時候 我順利推薦上台科大的研究所 所以有任何是實習交流的問題 或是研究所推診問題 都可以歡迎來詢問我 然後我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大一的暑假 我就到法國諾曼地商學院 進行一個月的暑期課程 然後這些課程都是由學校提供機會 然後也有給我們一些學習費的減免之類的 然後在回來之後 我到中國東美師範大學 就是長白山那裡 然後進行 一樣是暑期交流 然後逛過去就是北韓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也都是學校提供的 然後像這團的話 它是包吃包住 反正我們只要出機票錢跟簽證 或是有自己買一些伴手禮 需要花費這樣而已 然後我有到印尼四水理工學院 然後也是上韓星的課程 然後它是比較偏理工的 因為其實現在都不斷強調跨領域人才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有機會就好好去試一試 然後學校提供學生們這很多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蠻鼓勵大家就是有機會的都去嘗試 然後我覺得反正既然學費都繳了嘛 然後學校有這些資源就好好應用 那我有到中國北京的人民大學 進行一個月的熟習課程 它是跟各個就是全世界各的不同國家的人 一起上課一起完成project 而且這團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其實人民大學在 其實世界排名裡面是非常好的學校 所以你會認識很多 就是甚至比台大還優秀的一些學生 然後又覺得說他們怎麼思考的 然後他們怎麼去完成這個project 然後我覺得可以跟這種世界很底線的人一起交流 是一個很難的體驗 然後我有到中國杭州進行企業參訪 我們有到阿里巴巴總部 還有就是看一些電商 因為他們杭州其實有名就是電商嘛 那他們電商現在翻了能近況 跟他們新創企業他們怎麼經營他們的公司之類的 我覺得這也是很難的體驗 因為不是一般人就可以進去到 阿里巴巴集團總部去參訪這樣 然後其實這些都是透過系商啊 國際處啊或是外文中心 他們都有提供相對的資源 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利用這樣 然後最後是我到上學期 即暑假的時候我到那個 泰國統一集團的泰國公司實習 那接下來我要講說我是如何申請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就不要怕說 可能到海外實習是個很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只要你勇敢去嘗試過後 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就像是我當初的時候我也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到海外 然後怎麼可能就是 其實在公司裡面其實都是用全英文溝通嘛 而且能夠到大企業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統一集團其實在台灣是一個滿致命的企業 我覺得他會想錄取的學生可能是什麼台型教程的學生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我也覺得抱成的 我不可能做到 可是我就是努力做到最好的心情 然後去完成這次挑戰 那後來也就是都順便完成 我等一下會後面會後續的講到說 我在實習中遇到的困難跟我如何克服這樣 那我先講說如何申請 其實學校提供很多的完蛋 第一個像是每個人 因為我相信你們都是來自不同科系的嘛 那每個院裡面每個系集裡面 其實學校都會有提供相對的實習機會 然後像是職雅發展中心也提供很多我們 不管是寒暑期實習啊 或是學期實習 都有提供學生很多的資源 而且我覺得能夠就是 申請這個實習的好處就在於說 我們現在還是學生身份 然後 學校會提供這些資源就是 因為我們如果直接進入職場的話 可能就是湊菜鳥就會 可能要經過一些多一點的磨練之類的 可是如果我們是學生身份的時候 我們會有老師跟我們一起溝通 如果真的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有人可以反應 我們有人可以就是找人幫忙之類的 然後能夠先了解業界的情況 然後我覺得最好的好處是 因為大以後出來都是走實無眠 而不是像是學術界之類的 應該大部分人都是屬於要走實無眠的 那你能夠先了解 企業的狀況 你知道哪個地方你是需要補強的 你需要哪些地方是要加強的 我覺得 這對我們學生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像是每年時候 學校有開設就是 就是校園偵才博覽會 然後它是很多家企業 而且是全中部最大的博覽會 然後像是什麼台積電 之前都有來學校偵才過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難的機會 然後也是歡迎大家能夠 因為它每年都會釋出資訊這樣 然後大家就有空就去了解看看 然後企業當場會就真人 或是有些人就直接在當場面試 然後像是下半學期的時候 學校也會提供 像是精準度提升計畫 那就是從一開始的植牙測評 因為其實我們 在高三以前吧 我覺得都是不斷的 就是我們不太知道 自己適合什麼樣的方向 我們是誰 然後我們適合什麼 然後我們喜歡什麼 這些東西我覺得 都是要慢慢去摸索起來的 那這個就業計畫的話 就是先透過植牙測評 讓你了解你自己的興趣在哪 你的能力在哪之後 然後去就是推出說你想要的工作 那這樣的工作 就是不會直到這裡 它會教你說 你要怎麼寫資訊 怎麼學履歷 甚至有模擬面試這個管道 然後幫助你說 你能夠順利的錄取到你想要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就是 學校的資源很多 然後有機會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知道的話也可以 就是到植牙中心那邊 有專業的老師會幫助我們 然後學校也常常不會 不定期像舉辦這種 資訊產業趨勢的講座 就是跟未來發展趨勢有關係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 之前的課程是 平常我們在課堂上 系上的課程比較難參與到的東西 那他們會提供像是夜師啊 或是畢業的學長級 他們會回來分享說 那現在業界情況是怎樣子 所以覺得大家可以去參加 那其實我剛剛提到說 學校不管是國際出來外語中心 或是 恩 化語文中心 或是甚至什麼 統治中心都提供學生很多的資源 我相信你們前一場應該有 聽到 其他的分享了 然後 那我這場的話 就會針對 就是實習啊 執押中心的分享這樣 那首先第一部分 針對執押測評的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 大家在高三以前 就像我來講的話 我在高三以前 就是一個讀書的人 所以我很不知道 我自己適合什麼 我不適合什麼 我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什麼 然後我就進來了這個地方 然後學的也是比較廣的領域 我學是國貌 那我覺得相信很多商學系 其實學的東西都比較廣 然後 其實到後台 你要選擇 你想要走什麼方向的時候 會有一段很迷惘的事情 可是透過植牙測評的話 你會認真的去想說 那我適合什麼 我不適合什麼 或是 會有老師幫你做專業的分析 然後我覺得找到方向之後 你能夠少走一些冤枉路 因為 平常的話 你只是不斷地去嘗試 去嘗試那些錯誤之類的 那 你會走很多 你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像我現在 我有認識一些畢業的學長姐們 然後他們可能現在開始去 真正去進入食物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很迷惘說 就好像這些東西 並不是我喜歡的 或是我現在就讀的科系 並不是我以後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你透過植牙測評的時候 你能夠早一點知道說 我適合什麼 然後我喜歡什麼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多加強 然後多琢磨在這個地方 你就不用畢業之後 還要擔心說 那我想 因為我喜歡的東西 跟我能力是不一樣的 就會有落差之類的 那你先透過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趁現在大學時期 其實大家選課什麼 其實都滿自由的 然後你就去選你想要的課 然後增進你想要增強的領域 這樣 然後知牙諮詢的話 就是 老師會跟你學生做一對一的諮詢 然後了解 就是你現在所遇到困難啊 然後或是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你自尊履歷要怎麼寫 你就是面試的話 你要怎麼回答 然後會針對你 所目前遇到的問題 然後跟老師談 而且這些學校資源 其實都是免費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大家學費都繳了 就好好利用 然後植牙課程的話 剛剛有提到就是像是 就是不管是跟現況發展 就是趨勢有關的課程 或是自尊履歷面試的技巧 要怎麼賺協會 就是跟都在職業課程裡面 然後也有就業博覽會啊 精準就業媒合跟專業實習 那我先講我覺得 對我最大幫助的點在哪裡 那像是職牙諮詢的話 像是透過職牙試行成員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本身 其實在高中以前 我並不認識我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我並不知道 那透過這些職牙課程之後 我就慢慢去想說 我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我以前其實 家裡也蠻希望 我可能考公務員 或是什麼相關的工作之類 就比較穩定 或是會計師之類的 可是我就是這個 不喜歡安於現狀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 後來就知道說 我可能比較喜歡挑戰 那可能就比較適合去海外 國際行銷的工作之類的 那我覺得先透過這個測驗之後 了解我自己之後 我才能夠就是順利的走 而不是就是一直很迷惘 什麼都碰一點什麼都碰一點 變成說很沒有頭緒 那像是也有 我有請老師幫我趕履歷之專修改 因為我這次海外實習的部門 是統一集團 泰國公司的行銷部門 其實像我們每年 每學期 全國的實習生只有六位 然後其實競爭很激烈 那如果如何在這些 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其實我覺得你履歷之專怎麼寫 其實非常重要 還有你面試的 應答的當下的狀況 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就很感謝校服處的這些資源 給我利用 然後我才能夠順利的 就是成功錄取上這次的實習機會 而且我們後來的實習 也在全國的實習計畫當中 得到全國冠軍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很難得的經驗 然後之前的東西也是 但是要慢慢累積起來的 那我相信其實 有很多資源 都是大家可以 好好去善用的 那植牙課程的話 像是 學校有開生涯規劃 VR產業的發展 或是什麼大數據 物理網分析 都有開相關的課程 甚至有溝通技巧 團隊合作 還有教你怎麼 職場的妝容 職場的禮儀這些 我覺得這些其實 自己出去外面上 可能一小時都要 一兩千塊 但是學校有這些課程 就 好好上吧 然後 這是 那個 植牙中心的網站 然後接下來 現在我中央記錄正題了 就是我在實習之中 我學到了什麼 那我先用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實習的影片 那我實習到底在做什麼呢 首先先看到這些飲料 大家有沒有想猜一下 我實習工作在做什麼呢 好 非常好 沒有 那我實習工作就是在喝飲料 好 其實不是喝飲料這麼簡單 我們會到泰國各大通路去看 因為其實在漫國裡面 有很多的超市 然後每家超市的特點都不相同 就是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去分析比較說 可能 max value它是屬於比較小型 傳統的超市 然後走社區化經營 那可能Fulllane的或是 我們比較知道的Family March 或是7-11 他們每一招超商 他們的特色都不一樣 那我們要針對不同的廠商 去做行銷規劃 可能在產品包裝 特點 或是廣告活動 就是promotion方面 然後甚至到 我們的櫃位應該放在哪個位置上面 然後我們的包裝應該怎麼樣打 然後 還有一系列的行銷規劃 然後我們就要先去深入消費者 深入當地市場做消費者調查 然後才能夠得出這些結論 然後提供公司一點建議 然後像這個會看到很多咖啡 我們就要買各種不同的 可能是咖啡、茶或飲料 後來試喝 然後去瞭解說 那當地消費者可能喜歡什麼樣的口味 然後我們應該新產品開發上面 應該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應該要怎麼包裝才對這樣 然後像 右上角這張就非常菜的模樣 那就是我當初就是要進實習前 兩三個禮拜前吧 要出國的時候 然後經理就突然跟我每位實習生說 就是到當天第一天 就要每個人全英文報告30分鐘 要進行台灣的市場通路的調查 那時候我覺得很緊張 我可能做得到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之前有30分鐘的報告 也頂多是用中文講 而且並不是這麼專業的 可是到那裡之後 你就是要很專業的去講說 我這些東西數據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的觀點跟論點是什麼 就是要 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我怎麼可能做到這些事情 可是有時候就是 場面就會逼迫你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 其實我覺得人 往往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強大 那有些事情就是試就對了 然後 其實完成之後 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在完成當下 就覺得 在完成之前會覺得 很困難怎麼可能做到 但是完成之後 會給你很大的成長 在你面對下一個挑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之前都已經做過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 報告什麼 應該也不算什麼 所以就鼓勵大家 就多去嘗試吧 然後我們也會到像是 Macro Macro就是萬克龍 那像有點類似台灣的 就是佳樂福之類的 它是屬於比較大型的通路商 Macro其實早期有進軍台灣 只是因為 就是市場的時機不對 然後加上因為台灣比較 就是小嘛 那他們 那Macro是屬於B2B 比較forB2B 就是下游廠商 再去賣給 那個第一線消費者的公司 但是台灣可能比較不需要 這樣的通路 那我們也會到 Macro這個地方 然後給消費者適合說 我們公司的產品 然後我們去看說 那哪些消費者 他們才是購買我們公司 主要的客群 然後我們在跟消費者 對話的過程中 是瞭解說 那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我們應該如何改進之類的 我們還有到 同音的工廠 去跟 RD部門溝通 因為其實RD部門 跟 我們行銷部門 就屬於比較對立的 部門 然後 因為RD部門會想 比較強調務實面 可是如果像我們行銷部門的話 我們會想要 有點天馬行空的想法 然後做一些比較創新的挑戰之類的 可是RD部門的話 還會考慮到很多務實的層面 因為像我一開始 進行新產品開發專案的時候 我是想要開發一款叫做紅毛丹綠茶的東西 因為紅毛丹是在泰國屬於很知名的 很代表性的水果之類的 然後綠茶 因為他們的普遍紅茶綠茶奶茶的接收度最高是綠茶 加上因為他們那時候健康意識抬頭 所以加上綠茶又是一個其實蠻符合 對消化功能很好 然後加上他們其實普遍有什麼便秘之夜的問題 然後所以我就想開發這款產品 然後我有進行 就是競爭者分析那些去看哪些 他們市面上有哪些廠商 也是做相關的產品 然後後來在跟RD部門討論的時候 他就發覺這樣的計畫就是成本太高 因為市面上能夠其他廠商 能夠發賣這樣的產品 那是因為他們可能屬於比較小型的公司 那他們可能食安風暴或是法律有驗出來說 他們有什麼樣違法的地方 他們就直接惡性倒閉就沒事 可是統一集團是屬於比較大型的公司 他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產品的形 有公司的形象 然後又有公司的規模存在 所以就要你真正去行銷開發的話 你就會考慮要需要考慮到很多的特點 然後不能只是單純像學生時代一樣 我們就是能夠creative ideas就好 你要想很多比較務實層面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我在實習過程中 才有辦法學習到的東西 因為平常在學校的話 大家就是老師在頂多說很好的計畫 可是你並不會考量到這麼多的層面 可是真正要推出一個project的時候 你需要考慮的東西其實是真的滿大量的 然後平常我們會進行財務報表的分析 然後就是不斷的適合飲品 你去找出消費者喜歡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泰國同事對我們都超級好的 其實問問題什麼 他們都很樂意回答我們 甚至連當地的居民就是人都很好 因為其實像我是個大陸池 但是我非常喜歡到處去玩 然後我就到當地的時候 因為泰國不是哪個人英文都通的 然後我到當地去問路的時候 就是99%人 我真的只有遇到一個 我就是問路的時候 大部分人可能有些人不會講英文 他們就會幫我去問會講英文的人 或是帶我去問會講英文的人 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覺得在旅程之中 會發生很多的事情 那它有一天會變成你很寶貴的回憶 不管是就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就是你就多出去嘗試看看 反正大家都還很年輕 也沒有什麼包袱存在吧 然後趁現在我們都還年輕的時候 就多去嘗試 也沒有什麼樣可能你需要負擔你的家庭的經濟壓力 或是你現在可以比較多為自己想的時候 我覺得就好好去經營自己的生涯規劃這樣 然後我們有到駐泰代表處去跟會長去會面 這也是一個很難得的 因為那個通常都是什麼長官在去的地方 然後剛好那個機會就去那個地方參訪 然後我們有去泰國看各大同路 比如說他們9點到12點是禁止蠻久的 因為怕員工可能生產效率不這麼佳 所以我們會去看探考可能 泰國的法律的問題啊 或是他們現在的消費者的偏好 或是他們現在流行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都要加進去我們行銷 新產品開發的行銷規劃裡面 那像是他們也有就是在UNIQLO裡面也有像販售這種 很泰國傳統服飾的服裝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會到各種通路裡面去比較說 他們現在有什麼很新銀的東西 然後是可以引進台灣 或是我們在新產品開發上面 是我們可以多加著墨的地方這樣 然後他們現在其實有很先進的東西 就是你從進去超商到出去超商的時候 你其實不需要電源去幫你服務的 因為他們就是你就只要用這台機器 然後就可以自助結帳 我覺得泰國是一個非常就是發展快速的城市 所以在同一條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很老舊的工程 很老舊的電線桿 同時你也可以看到很先進的設備 就是先進跟繁華融合在一體的一個城市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反思說 自己在舒適圈待很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就是很無所謂啊 但是出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世界很大 然後現在大家發展 東南亞發展也真的非常的快速 然後才會有一些警覺的意識出現說 我真的不能再廢了這樣 然後我們當然要出去玩啊 就是像是去划船啊 去泰國的古城 然後穿他們的傳統服飾 然後當然要去按摩去看寺廟 當然其實還是有去酒吧或夜店之類 但是這地方我相信大家應該就知道 就不多說了 然後我接下來來講說 那這些經驗對我來講 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覺得其實出國一趟大家就是 也不用怕說我到底做不做的來 或是我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耐 因為其實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傳到橋頭自然子 就會激發你無限的潛力 然後也不用去想說 那我出去是好的還是壞的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它終究一天會變成你很精彩的故事 那對我最大的幫助 像是第一點的話 未來職業的方向 因為其實因為我所有前陣子 尤其是在進行研究所推徵 或是要找實習工作 然後其實像我不管我是去華碩面試的時候 或是我到遠通國際面試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對我這塊實習經驗非常的感興趣 所以我覺得對我的履歷來講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那第二點的話是能夠幫我確定方向 因為其實在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我只知道說我可能比較喜歡挑戰 我可能向我行銷的方向去走 但是我並沒有真正去做過實務經驗 我並不會知道說它是不是我真正喜歡這個行業的 但我有去實習經驗之後 我就會更確定說它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能夠幫助我說那既然這是我想要的東西 那我應該朝什麼樣的方向去邁進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很重要 因為你在沒有確定你一個人的目標之前 你會很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你會變得很無頭緒那種感覺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去嘗試去實務面去了解說 那就是我真正想要的話 我覺得對你未來的生涯規劃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那接下來講履歷加分的作用 就是不管我自己去研究所推增 然後教授也很看重 或是我在申請華碩實習 或是在遠通國際實習的時候 他們也很好奇我這一類的實習經驗這樣 所以我想用最後一句話送給大家 就是學校的資源很多 而且就要好好把握 而且用普遍解來講的話 當你真心想要某件事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所以就鼓勵大家就多去嘗試去豐富自己的大學生活 我知道我的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好掌聲謝謝欣請學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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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掌聲歡迎她 好那各位即將大一的學弟妹們大家好 我是姚欣宇 那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新竹人 然後目前是運輸與物流學系四年級 那我在去年的時候是青山志工隊 第十九屆的任務副隊 在大三生大四的時候 我參加了高鐵暑期實習的體驗計畫 最後我現在是畢業生工作委員會的公關長 那在這邊想要問一下就是 在做有沒有之後是念運輸與物流學系 或是未來想要走服務業相關的學弟妹有嗎 沒有好沒關係 那我要講的是在高鐵實習 其實它不只是專屬運輸的人 他聽才會有收穫 而是其實每一個行業都可以用到 就是在職場上這些所需要學到的內容 那這邊是我剛剛所講的一些我的經歷的照片 那我就直接切入正題 首先就是為什麼想要實習呢 那主要就是我可以分出三大種原因 第一個就是賺錢 然後學習實務技能 最後是為未來就業做準備 那賺錢我舉一個我們實習中一個同學的例子 他是一個清大很優秀的學生 然後當初我們剛進去 然後每一堂老師都會問說 為什麼你們想來參加高鐵實習 那那個清大的同學就很直接的說 因為錢多四十要離家近 因為我們一個月的薪水是兩萬四 然後再扣掉勞健保 在暑期實習來說是非常優渥的薪水 以我同學的例子來說 他是在一個工程顧問公司實習 他兩個月的薪水加起來才六千塊 那再來是學習實務技能跟為未來做準備 那這是比較多人的實習原因 因為如果你去實習的話 你就可以事先體驗看看 這個職務是不是你想要做的 也許你一開始對他很有憧憬 可是你進去之後會發現 這其實不是你想要的 那為未來做準備 就是有一些實習機會 他其實是你進去做了之後 他會保障你 就是可能你未來畢業之後 你去投這一家公司的履歷 那他就會優先錄取你 那接下來是需要準備什麼 跟面試的過程 那剛剛老師跟學姐就已經有 講過很多關於實習的管道 那我這邊高鐵的話 它是像你畢業之後 你可能找工作 大部分的人都是去1111 或是104人力銀行 那高鐵這邊也是 是要去104你真的要 仔細的填你的資料 然後去投履歷 那你需要準備的是履歷 自傳再學證明 成績單跟語言證明 還有相關的社團證明 那語言證明跟社團證明 是比較加分的部分 尤其像是在服務業 運輸業 在語言這邊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是你去面試要注意什麼 首先是服裝 因為大家可能不是面試進來學校 所以比較少會有這些經驗 但是如果你去了職場 就是基本上要穿正裝 穿西裝 白色襯衫套裝這樣子 那再來是我們進去之後會比試 比試是考英文邏輯分析 然後再來是面試 面試是五個人一組 那你們可能就是會準備一些自我介紹啊 然後去練習廣播詞 那接下來是大家可能比較想知道的實習都在做什麼 那首先我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那這邊是我們剛好很有榮幸 就在我們這一屆 有新聞媒體來採訪高鐵實習的部分 之後就訂了要踩沙車 高鐵實習生計畫 首次在媒體鏡頭前曝光 而穿著制服的就是高鐵實習生 這堂課學的是如何服務商務車廂乘客 車上廣播也是其中一環 中英台語都得通 講稿上學員們筆記記好即滿 高鐵實習計畫暑假為期兩個月 課程除了像這樣模擬車廂實作 還有課堂營運訓練 以及車站觀摩見習 而其中多數來自運輸 以及觀光相關學系 年齡層大約20到21歲 通車11個年頭 希望藉此增加心血加入 想要透過這次的實習機會 來了解未來在職場上的感覺 然後順便累積一點工作經驗 學長姐也都很不吝嗇 分享自己的經驗 然後或者是給我們一些建議 有一個被重視的感覺 實習課程提起興趣 尤其外傳車站服務員 起薪約在35K左右 但看數據從2014年開始 截至去年為止 雖然總計有188名實習生 但由於想要回任 還是得經過嚴格考試 因此雖然福利好 目前回任率只有5% 那我們希望透過他來實習參與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實習生 能夠來參加這個熟級實習的機會 未來成為我們高鐵的勝利軍 高鐵則透露實習生月薪至少22K 還有通勤團善補助 也有簽訂合法契約 一切按照法令 並且僅限觀摩學習 軌道事業要吸引年輕族群 透過實習擴張偵才戰線 TVB的新聞 中影輪 潛力如 桃園報道 對 那我這邊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剛剛大家有看到回任率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這個是兩個月的實習 那我們的課程其實比較短 所以當我們這個結訓之後 我們畢業 大四畢業之後 想要再加入高鐵 想要再高鐵服務的話 還是必須參加再參加一次面試 那可是如果你是參加一年期 一樣有一年期的高鐵實習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你參加一年期的話 受訓內容會跟正職人員是一樣的 那也一樣會考試 然後一樣你在duty上也是會考試 所以以他們的資歷跟他們受訓的過程來說 他們是可以在公司的評估之下 直接轉正職 所以大家在選擇說 你要多長期限的實習的時候 你們可以考量到一些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我的實習內容 我們實習內容包括受訓、扶勤員、調派員、 整備員、贊務員以及捷訓報告 那首先受訓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們進去 也不是大家都是在軌道這個方面是專精的 所以他還會再給我們上一系列的課程 大概三週 那之後才會到扶勤員之類的duty上面 那首先我講一下扶勤員 那扶勤員的話 就是大家在車上看到列車販售啊 或是如果有做過商務車廂 就是也是服務商務車廂的也是扶勤員 那主要的內容就是報到迎賓送客 那標準車廂的車上販售 商務車廂的報紙還有點心服務 那我在實習的過程當中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得到扶勤員的學長姐都很熱情 而且很親切 他們都很願意去教你 那接下來是調派員 調派員的話 他的工作內容基本上就是 如果有扶勤員或是列車長 他們有請假 那他們就必須去調說 今天在休假的問他看看能不能來 就是頂替這個位置 那主要是三個席位 控管、扶勤員、列車長以及列車駕駛 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工作必需品的發放、回收 然後還有做briefing跟debriefing的動作 所謂的briefing跟debriefing 就是在工作前後的一個簡報 就很像空服員那個樣子 他們也是會需要事前簡報 了解今天的營運狀況 可能是軌道哪一段比較容易出狀況 他們都必須知道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是整備員 這個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一個職位 那他是主要負責訂貨 然後還有督促乘商工作的一些 他們的整理備品啊 還有車上的清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確認DMIS燈號 如果沒有整備員列車就沒有辦法開 那最後是大家很常見到的站務員 那他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售票櫃台 然後便當販售、閘門驗票、服務台 還有月台 那這邊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在工作時的照片 那主要第一張照片是我在月台上面接車的時候 那我們接車都要去確認列車行駛的安全 像是軌道上面有沒有異物 電纜線上面會不會有飄到什麼像是塑膠袋啊 這種會影響列車運行的東西 那還有便當販售 還有服務台的一些諮詢方面 真的是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會問你 就算是不管你的事他也會問你 然後還有閘門驗票的部分 閘門驗票也是很多疑難雜症 像是年紀比較長的旅客 他們常常就是不會插那個票 大家如果有坐過高鐵應該就知道 基本上你一看就可以知道票是從哪個洞插 但是他們就會去插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或是他們會試圖放在那個悠遊卡 大家知道可以用悠遊卡筆 他們會去想要插各種小小的縫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最後是結訊報告的部分 我們在站務實習的每天下午都會去做一個結訊報告 那這裡我們是要針對公司 我們從進公司到最後八月中八月底 所看到的一些列車上面 或者是車站方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發揮 因為我們是學生 所以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創造力 因為我們還沒有在社會裡面去玩 每天都會去經由那個SOP 會僵化我們的思考 那我們是學生的話 我們可以比較有創意 但是這也會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太天滿行空的思考 就會忘記結果應該要有可行性 像我們當初就是想說我們希望可以在列車上 然後每一個人的椅背上面都有一個小方框 就像坐飛機那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列車相關的資訊 可是這個時候就被我們站長 台中站的站長打槍 他就說你們這樣子公司要花多少錢 砸多少錢又有多少人會看 所以後來我們就換了一個方式 那主要我們報告的主題是e-train 那我們換了的方式就是我們想要在列車的 可能單數節或雙數節的 車廂的走道放一個方框 可以讓大家去點擊 去查看你想要知道的資訊 那這邊是我一些結訊方面的一些照片 那最後是實習心得 首先我想說的是不要設限自己 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在投履歷的時候 我很猶豫到底要不要投 因為我覺得我的英文成績很爛 在這種運輸服務業一定要成績有一定的程度 可是我的多益那個時候才只有400多分 而且我的成績是大一的時候 學校出錢讓我們考試的 然後那時候是我第一次考多益 我還考到睡著 然後後來就有考比較好500多分 但是真的是你要實時督促自己 然後不要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 你希望做的事情你就去想辦法試看看 那接下來是珍惜你遇到的機會跟人事物 像我在高鐵時期的時候 總共一般有50個人 那每一個人都是來自不同的學校 當然也有一起來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不是只有逢甲大學的人 你可以跟他們交流 知道他們到底在課堂上學了什麼 那你跟他差別在哪裡 你也會盡而精進自己 那接下來是笑容是最好用的能力 因為有一句話叫伸手不打笑臉人 像如果我現在很尷尬 然後我突然忘詞了 我笑你們也不會覺得我怎麼樣 那也是因為我時時保持我的笑容 我當時的導師就比較會注意到我 那他也會願意多給我一些機會 讓我多做一點事 那接下來是有人Carrie是上天保佑 但是如果有人雷你 你就只能跟你的其他好夥伴們團結想法之過 像你們之後上大學一定會有團體報告 那有可能有些人他會不上心在這個報告上面 那你可能就是要跟你的隊友一起去想辦法過這個報告 就像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的結訊報告有一個人 他就是不管怎麼樣 每次請他講什麼 他都不會講一些有建設性的 然後不然就是都在睡覺 那最後是每一天都是生活不同的體驗 我覺得實習很棒的是 你可以就是嘗試過你想要的生活 像我我就是希望可以去跟不同的人接觸 那時候我在高鐵實習的時候 曾經有一天是在服務台的Duty上 然後就有一位男生走過來跟我說 請問哪裡可以買得到自拍神器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會在這裡問自拍神器 然後我也是笑笑的跟他說 不好意思這邊沒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看到明明他是生障者 他坐著電動輪椅 可是學姐們都會特別注意他 因為他就是這個台中站 最常看到的電動輪椅標載 他會開著電動輪椅 然後在車站 就也不顧其他旅客這樣 對那主要就是今天我的報告到這 我的分享到這邊 那大家有問題等一下都可以再問我 好我們掌聲謝謝欣宜學姐 palms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什麼準備好 位置 他那是五個位置 我們在警察 在車站內 那是三個位置 走人